如何在SmartPath开启双因素身份验证 Google 2FA是SmartPath中主要的双因素身份验证的方式 这是一种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便捷身份验证的方法 开启的Google 2FA是在我们产品中进行提现的先决条件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了解如何启用Google 2FA作为双因素身份验证的方式 首先进入SmartPath并转到Security部分 下载Google Authentificator到自己的手机上 要启动身份验证器 您需要通过已安装的相用移动应用程序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 为了完成这步操作 请进入应用程序并点击Get Started按钮 然后在打开的窗口中点击Scan a QR Code 扫描激活页面上的二维码 然后点击Continue按钮 之后在您手机上的Google Authentificator软件中将显示一行一次性密码 该密码将不断更新 该代码的计时器以秉图的形式显示在其右侧 在2FA确认页面上输入一次性密码 成功了 您已经成功启用了Google 2FA 请注意只有您有权访问激活页面上的二维码 请勿将其展示或发送给任何人 如果您需要通过Google停用双因素事份验证 比如更换智能手机的时候 请联系我们的客服 我们建议您尽快开启Google 2FA 因为该服务在您使用Ultima产品时将保护您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